佛为什么看不到啊 因为信心不够 他这种孝顺 这种信心 所以他自然得到感应 我想这个部分时间呢 重点在心态 再来这个香汤灌顶跟落法 我们一起圆满 所以呢 我先把后面落法的 碾一下 善男子善女人等 这个时候 种种因缘具足 此乃旷解多生之善因 就像我这一辈子 绕了一大圈 什么都去做了 好事坏事 什么因缘都去接触了 我才知道说 哎呀 我是为了出家 为了孝顺 保恩而来 那个时候 心里非常的欢喜 很有力量 死都甘愿 当然当你有这个想法 问题是 后面 很难解决 父母对我这么好 兄弟姐妹 太太小孩 家庭事业 社会关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拉扯 但是也觉得过去浪费浪费了 所以 浑浑噩噩的 这样再过 终于能够有机会 种下一个善因 累劫的善因 就像汽油碰到火 砰 突然就起来了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出家 所以这也不是 这辈子或是今天 这是累劫的因缘成熟 所以非今朝偶儿子侥幸 所以 精卫如等 退去顶法 可 你要说可 等一下 女生爱漂亮 最好不好意思 对不起 剃掉了 前面吐一块 那你就放下吧 那时候你还哭哦 还告我 你就看多执着了 所以各位要试试看 下回有时间 你休息半年 离个光头 也可以短期出家 晃来晃去 看习不习惯 不用再化妆 你看多快了 试试看 所以 那今天就这样练习 好不好 顺便拿一张卫生纸 就可以一剪下来 那这个头发 就可以纪念 我剃过头 离过头发了 然后 希望哪一天 真实能够落法 对不对 这是多伟大 多么放下 多么自在 你解决事情的事情 永远解决不完的了 这个世间 这么烦烦恼恼 只要让你看到空性了 而不是解决它的 所以 尽力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样念的是 两段 善哉大丈夫 能了事无常 舍俗 助你还 所以 不分男女的叫大丈夫 能够了解 世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 所以钱也带不走 爱情也不是永恒 健康也会生病 做高位也会下台 有生命就会死 不要多思维哦 一定要把这个 看世间来想这个法的道理 你才会知道什么 就要慢慢的了解 所以舍离世俗 走入解脱 泥环 甚至 稀有难失忆 所以这个水一点下去 等一下 你们都有水吗 这个水点下去 就等于你 烦恼洗干净了 好不好啊 这样就洗干净了 帮各位预火 预火 我觉得基督教也不错 整个把你泡到水里面 这样 受洗 所以这也是个 让你记忆深刻 所以他们那个受洗坛 让人家一辈子都觉得 记忆深刻 他在受洗 这也是个方法 再来翻过来是 当剔除一点点头发 或是男生他们有剔度 要念这个毁行守字节 我们要毁掉对外表形象 地位的执着 守了一个解脱的志气 一个菩提心 所以当下割爱无所亲 这句话最重要 一般人说无所亲 他可能要是自杀了 我的亲人在哪里啊 我的爱人家庭在哪里啊 事实上那个只是 吸毒中毒一样 太痛苦了 哪有放出来的狗 说还要跑回去的 大家都想要脱离监狱的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监狱有出狱的一天 男女的情爱没有放下之气 要见吗 还跟你约好 下辈子继续见面哦 还黏在一起 吵架一辈子哦 所以但是 今天各位要 放下这个心 好不好 割爱无所亲 变成慈悲 对你的家人变成慈悲 气家洪顺道 放弃世俗的家 让自己的生命去弘扬佛法 弘扬真理 承担如来家业 愿度一切人 要发愿度所有众生 好不好啊 下回我们短期出家 再过几年到非洲办 办完到俄罗斯办 好不好啊 我这样做的意思是要跟每个地方的结缘 都结缘 当然你能够到那个地方办 你一定到那个地方结过缘 不然还去不了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第八戒了 但是呢 就会想尽办法 那我想各位 经常的在佛前发愿 希望哪一天 自己能够体悟到 空性菩提心的道理 再来呢 有因缘 真实的出家 当然这里面有个条件 就是你已经体悟到了 世间轮回的苦 而生起了处理心 而了解了空性 而生起了众生 体悟众生父母苦的悲心 而愿为众生 学诸佛菩萨一样 出家的菩提心 那这个时候啊 希望 现世来世 都可以 当然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大出家的意思 你往生极乐世界 保证 正入空性 大悲不退转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生意义 就非常有意义了 在轮回的过程 众生在苦 但是呢 你虽然在轮回 好像也苦 但是你心里可以超越这个苦 这个叫空性 然后呢 不怕痛苦的 去奉献自己的生命 去奉献自己的种种的能力 这个就是佛陀 视线给我们看的生命 所以我们福报再大 都没有佛陀福报大 那是佛陀 视线 出家 修苦行 成道 度众生 视线涅槃 那各位把这个 种在你的 意识田里面 成为你的愿 所以刚刚念的 这四句话 最好各位要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 你之所以会有世间的烦恼 是因为你没有 归一三宝 你用自己的分别想法 你会觉得很懊恼 很快乐或很痛苦 这个都是很迷惑 这个都是因为 没有医子在三宝 不但我们医子三宝 也希望这些 这些黑暗无名 痛苦的众生 能够医子三宝 因为医子的三宝 生死都解决了 所以烦恼 他就知道烦恼 是自己造成的 会生起一个惭愧心 所以会更精进 也希望来一天 能够把这个道理 弘扬出去 放下世间 所以我经常喜欢念 顺之皇帝的诗 我本西方云纳子 为何身在帝王家 身在皇帝家 你看顺之皇帝 太太那么多 二十几岁就 四宪生病 事实上是为了出家 能够自由自在的 去修行普度众生 所以世间的再好 都没有修行好 黄金白银非为贵 唯有加沙披肩难 所以各位 这几天在这边吃的树 好不好吃 住了房子 好不好 不要回家了 这边的风景 好不好 这边哪有什么烦恼 除非你要自找烦恼 但是会找烦恼了 住久了 还是有烦恼 看不惯那个柱子 对不对 看不惯那个上司 看不惯那个树 那是你的问题 他说如果有空性 你要有智慧的 在黑暗的地方 他永远看到光明 对不对 因为黑暗 他可以去帮助 浑木区也是我的净土 别人自私 我不要自私 这样就好 别人生气 我慈悲 那各位还是要培养 这个功夫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你要出家 你想要出家 如果你没有这种心灵功夫 出家很苦 我到今天为止 还有很多出家人来找我 师父怎么办 又不想住那边 又不想住那边 又烦恼 还俗也不对 出家也不对 所以我都跟他说 那你最好还俗 但是还俗他又觉得 那要去上班 那太累了 要赚钱又苦了 那又没地方去 然后呢 那我说你到底要怎么样 不然就好好念佛 求生净土 去寺庙 反正你就做义工啊 多少地啊 少厕所啊 所以我当初出家就这样 我能够出家 我少厕所都会偷笑 这样 因为世间的一切 再大的黄金珠宝 那个都不快乐 那是压力而已 对不对 压力 但是出家 你少个厕所 都是黄金啊 都快乐啊 因为能够在这种平静的心态 然后呢 随缘地学习一些 帮助众生的方法 没有高没有低啊 千万不要说 这个法门比较高 扫厕所比较低 能够坐在法座比较高 然后去墓比较低 不要有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都还是分别性啊 所以今天别人推你做助持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很痛苦 但是为了承担 所以不得不 而不是说我喜欢 如果你心里还有一个 我喜欢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叫法则 知道吧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知道 自己要安住在什么状态 所以这个仪式做完 各位新出家了没有 人家粗了 粗了 头发在你手上啊 其他的这个演演戏而已啦 回去演个戏好不好啊 人生如戏 不要太认真 认真你就烦恼 什么都是假的 一笑自知 只管慈悲 好不好啊 没关系 小偷来喝个水 钱在那边 自己拿 该你的就是你的 该我的就是我的 你老信因果的人 什么都不怕 命该死就会死 不该死就会活 这个叫放下 了解吗 你没什么好计较的 一切都是三宝的安排 自然因缘果报 你要相信这个 不要起心动念 我要我要 很烦呢 我不要我不要 这个世界没有要跟不要 这个世界就是接受 只有爱 不要起心动念 要保持如此 所以我刚刚把各位头发剪掉了 就把你的烦恼 三千烦恼是 剪掉了 好不好 那你还要烦恼 你真的是至早麻烦 拜了老半天 拜拜了 所以你回去以后 鼓笔号掉到零点 钱被骗光了 正好念佛 正好出家 医生说你得癌症 太好了 我要闭关了 然后直接往生极乐世界 快点 因为你要看得开放得下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善哉大丈夫 各位要做大丈夫 好不好 不要为一些小事在那边 痛苦无常 因为佛菩萨加持 好 那各位要 真实的 皈依啦 这个是出家的皈依 好不好啊 敬畏来记得 皈依 那我们先供一下 诸佛菩萨 护法神 都来了 所以雷杰雷斯 冤亲在主 一起来报道 好不好啊 为他们而善供 为他们而发菩提心 皈依 为他们而受戒 不过各位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这个世界还真需要出家人啊 真正的出家人 就是说 他 他真的想要去帮助众生 自己 基本就是没烦恼 因为他已经放下了 这个反正 万法都是虚幻的 没有什么好对跟错 随缘度重 都可以 你开机车车 没问题 开机车车 杜众生 对不对 对方要问你 师父 你是出家人 怎么做司机 杜你啊 谈佛法 做什么都可以啊 所以出家人 他没有什么不能做 只要为了杜众生 如果你很厉害 你去做技工好了 对不对 这样杜众生 都可以 但是你的动机 是这么纯洁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 特别介绍 巴黎仁波切 把他的心态学下来 好不好啊 空性 柔软 亲切 爱众生 他自然放光 自然放光 就得到他的加持 我们为所有的众生 累世的父母 县世的父母 所有的冤亲在主 各位不要怕 修行要把冤亲在主找来 好不好 你主动找他 他高兴了 所以主动还他在 被动找他 找你 那你就痛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成佛 要把魔都给找过来 对不对 肚肚魔 因为他有一个无畏的大悲心 什么都不怕 各位记住 什么叫空性 悲心 不怕 不会起心机 没有烦恼 这个才叫佛法 如果你还有烦恼 那这个要小心 你的方法可能有问题了 好 来 齐请十方三宝 护法善神 降临法会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众生 累劫冤亲在主 受苦亡魂 做大供养 当愿众生 体悟出离心 发起菩提心 未来因缘成熟 皆可发心出家 普度众生 将来祈愿 各位要观想 每一个尊佛像 每一个堂卡 每一个种子字 代表法宝 每一个出家 我们都圆圆满满的 大供养 所以令三宝欢喜 再把这个大大的功德 圆圆满满的流露到 六道众生 任何一个众生 都得到这个 善共下师的功德 所以他就马上就超度了 而且呢 我们的业障 累世业障 包括无间业障 都可消除 观想 善共 诸佛 下师六道 等于呢 十方法界的 一切 佛 菩萨 身闻 圆绝 天道道 地狱道 所有的 佛菩萨众生 你都做得圆满的供养 圆满的接触 这个就是一种空性大悲心 以后呢 各位念阿弥陀佛 也是这样 法无高下 最主要是动机圆不圆满 动机能够随时保持这个状态 是最好 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 你这样一练习 哪有什么烦恼 马上十方诸佛的加持 对六道众生的慈悲 特别你要超度 你的父母主仙 冤情在主 多胎胎儿 你用起这样的心 为他们来上共下师 他不可能不离开痛苦 那我们最主要是 我们的心态就保持在这种 入法界 融入于整个了 这个叫超越一切 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超越一切 如来呢 如来自由自在 今天你做女人 他变女人 今天你做狗 他变狗 只要能够度你 今天我视线得癌症 剩下三天 来度对方 就视线做癌症 因为对如来来讲 那他就像演一场戏 人生如戏 然后呢 再立众生 菩萨清阳月 常游必尽空 那这样呢 去接触众生 去拉拔众生 超度众生 所以各位 你每次念咒啊 念佛啊 诵经啊 要保持在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将真正的进入 再来最重要了 134月 受归教戒 那各位今天的归衣 可以是说 出家的归衣 那当然讲的是心态啦 外表 个人姻缘 但是心态 永永远远的 一子三宝 请问你一子三宝还烦恼吗 就没有啦 所以世间的事情 是一个因缘 也是一个修行的祝缘 但是呢 心在三宝 心在净土一样 所以今且 为如等受翻邪三归 什么叫邪 执着一个有 甚至执着一个我 所以这个世间叫三有 你执着色戒 异界色戒无色戒 任何一个都是痛苦 所以执着一个我的无名 更是痛苦 那各位要翻邪 错误的黑暗的 走入正确的思想行为 所以为各位传授 翻邪三归 如等当自成归相 从内心里面 真诚的一子三宝 不光是我们 今天护法善神 一切有情 都有缘的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无量事的轮回 有无量事的父母 有无量事的六亲眷属 那你一个人心定在法 那这个无量事的 都得到你的利益 所以每一个众生 都跟我们有过缘 所以你走到哪里 每一个众生 都因为你而得到利益 只要你的心一直在归相的三宝 所以各位从今以后 尽此行命 因为一个人最重视的就是他外表生命 这样比喻 就是把你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 是依佛为师 这个法事 所以依子佛陀 做你生命的导师 什么事情都要 各位以后修行习惯了 出门要跟佛像讲一下 回来要跟佛像报一下 家里的佛像 你要禀报 就像出门跟妈妈讲一下 回来要跟妈妈说一下 心里就依止的三宝 那你越相信三宝 三宝就越加持你 这样而已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分别 自己是尽力 但是呢 三宝加持随属因缘 是学法杖 那各位对佛陀利益众生的教法 都能够去学习了解 似同生海 永远不离开生前 生团 修行千万不要孤僻 孤僻 我跟人家合不来 孤僻 修行要消除个体 融入整体 对吧 这个生就是 以真理合合的 叫生前大众 像我们这批人 我们这里面没有个人在传销 大家都一子三宝 在拜佛啊 忏悔啊 做什么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就是如此 那这样以后 没什么冲突 也没什么痛苦 似同生海融入 不要跟人家合不来 格格不入 简单的说 老实说了 你想要出家 结果你跟家里都合不来 我看这个问题可大了 你可能没资格出家 小小的三四个人 你都合不来 你说你到生团 你到出家会合得来 出家人 他个人有个人的个性 对不对 所以那你更合不来 那更痛苦 那学佛人不会来 你不好 那才是我慈悲的对象 你的不好 更是我反省的对象 但是你的不好的本体 还是佛性 用佛法的眼光 去看一切 你要融入这样的状态里面 似同生海 引导的众生 能够 各位这次有三归一 五届三归一 八观摘届三归一 现在呢 是出家三归一 要生起这个 这个种子 在你心里面了 在你心里面了 所以我问各位 各位未来是有姻缘 要不要蒸发心出家 那对了 这个就借题 你有这个动机了 所以 就像各位发言人说 我无论如何 最后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对不对 那就没问题了 不要烦恼 不要烦恼 看不懂了就跳过去吧 做可以做的 不要烦恼 去做那个不会烦恼的事情就好了 烦恼了就不要碰它 烦恼就是大家没资格 就不要碰它 回向就好了 你要很简单的去作业 所以这样 当然念的是尽行寿 想的是尽未来寄 带的是所有众生 他们 大家都归意 这个时候你要观想 所有地球的人类 通通出家了 好不好 这个叫中品净土 中品 对不对 然后呢 上品净土 统统都发菩提心 为的都是众生 为的不是我自己 不要永远我自己 我自己懂 我自己吸 我自己学什么 我自己拜什么 那这个就忘了这个 大乘佛教的意义 各位养成习惯 经过一棵树 就跟树说话 树神 树精 树旁边的众生 树上的蚂蚁 你都要对它好 跟它说话 用心 再给它 它喜欢的东西 你要开始养成 这个空性的习惯 土地神 万事万物 人类有情 都要跟它解善缘 都要服务对方 再来要批一 如等既以出乎家 当一出乎家法 修出乎家行 当一良师 学习正法 所以修行 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要依止真正的善知识 来修学佛教的正法 勤求解脱 切莫作恶破戒 烂乌生伦 所以只要你手上带着炼珠 你就是代表佛教徒 你就应该守规矩 在人前人后 表现一个很好的态度 因为修行是一种修养 修养 各位 你偶尔要照照镜子 为什么 你的眼神好吗 你的微笑 庄严吗 不能一副烦烦恼恼的样子 一副放逸的样子 不像修行人 所以各位这两天 穿个短褂 中褂 这是个修行人 走路啊 讲话啊 都要 非常的 重视自己 就像你穿个新娘衣服一样 就像各位 拿个死供养在走路一样 你要时时刻刻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要 随时注意自己的身口意 眼神 讲话 等等 所以 切莫 造恶业 以免至争苦业 要增加 将来生死轮回痛苦的业障 长记词语 以致撤寝 要随时记得 包括洗澡也好 我发现有时候 我记得以前 我刚出家 他们洗澡还会唱世俗的歌 一洗澡就忘了 一开车 一开车就放音乐 那就忘了自己是修行人 有时候各位 你的车子在修行人 你就不要放音乐 但很多人还是照放 甚至我们在八观宅节一上去 他就在唱歌了 还要给他提醒提醒 这些就是一个习惯 要非常小心 包括你在 你做个修行人 部分在家说 开车一定要守规矩 守规矩 因为 人家就觉得 甚至车上你有炼珠啊 车上带着佛教的标志啊 那你就要守规矩 不要迫害到佛教 所以穿起这个出家衣服啊 或是袈裟 你就代表三宝 人家不会说你出家光一天 像各位你现在走出去啊 像以前我们办短期出家 那他们夫妻一起来参加 然后又带小孩 他们晚上就 跑去超市买东西 他超市眼睛瞪那么大 就问我说 出家人有太太啊 因为他老公李光头了 他太太 待在身边 还牵个儿子 我说这个短期的 以后就不准出去 别人去就好 因为你出家带着太太 人家还问我 怎么回答我都不会 因为你出家一天 你就代表出家人 他忘了 对不对 不小心还跟太太 老婆 破坏佛教 所以我们以前连短期出家 都不跟太太讲话 离得远远的 乃至把关再接都如此 去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特别各位穿着这个衣服 不是来度假的 是来修行的 要时时刻刻注意 讲话的语气啊 什么都要注意 就像那一天 我看到有人在床上 一躺还翘着二郎腿 这样 所以那你躺在床上 你要学好这个出家人 怎么睡啊 怎么肿路啊 要是因为你 你做的不好 别人就起心动念 对不对 别人就觉得 怎么这个样子 那各位这个习气 就是要 别人提醒你 那你要接受 各位今天 受了八观宅节 又发起了出家